好,這裡呢我們要開始用這個偏心複製來複製這個 戶外的階梯跟這個 戶外的花台的部分 那這裡就比較不是電腦繪圖的問題 有一點部分是設計的問題 首先這個偏心複製到底多少才合適 這是樓梯嘛 戶外樓梯至少25以上 至少,至少25以上 那我不記得這裡我們設多少 我想我們用30好了 對,沒有錯,30 那這個地方呢 戶外的這個花台就看你設計了 如果只是純粹的花台 沒有讓人做的10公分,12公分都有 那如果要人做呢 也是要大概25以上 才容易做的舒服 就要看你的設計 那我們這邊是30 戶外樓梯至少25 那我們來用這個偏心複製 偏心複製是 這一個 偏心複製 偏移 這一個 然後我們距離呢 我們就直接指定 所以我們說 直接指定距離叫30 按Enter 然後選幾個呢 這一個往外這邊來 再一次往外這邊來 我記得是3階 我們看一下 1,2,3 對,沒有錯 再來一次 這邊3階 這邊按Enter 表示偏心複製結束了 再來偏心複製這邊的 偏心複製 再下一次指定 多少呢 我們設10就好 區別開來 為的是要跟這個區別 所以這個往內 這樣一次就好 所以現在呢 這裡有一個很完整的偏心複製 是 對不起 是完整的意思說 這裡都接好 這裡都接好 所以這個 戶外的這個花台做好了 那這邊呢 有一點點線條要處理 所以等一下我們再來處理這個 那請各位用偏心複製呢 把這個戶外的樓梯跟花台給完成